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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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我 正好井底志华 那是十几十年前 我觉得深圳和广州是很暖的 我的认知就是 深圳是不是那些铁骑党 一经过去旁边就抢你的袋 令到你个人扯下 广州的火车站一走出闸 就很多人走河北 我小时候的印象 内地是这样的文化灌输了在我那里 所以我很小时候我已经觉得 哎呀不要了 没什么我都不想回内地了 但现在真正正正买了一张车票 你进来内地 体验过什么叫繁华 如果你说香港用二十年时间起飞 我相信内地是用十年时间 或者是八年时间 或者是五年时间起飞 艺人何俊轩 在去年黑暴期间公开撑警 竟被朋友公开地址 亲生姐姐因为政治立场不同 和他割席 起底令到他饱受精神困扰 甚至觉得生命受威胁 他近日在网上拍片 回忆这段经历 原来何俊轩能够走出恐惧 找到发展的目标 全靠在将道深定的车票 香港的生活很急促 我知道我搭地铁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像一条沙甸鱼 在内地的生活比较舒服 节奏很慢 在这里工作方面 你可以找到你的收入 但你空余的时间 你找到你的人生 我现在爱上了上海和广州 即是一线城市真的不同 包括它的建筑物也好 它的饮食也好 它的住也好 它的环境也好 它的文化抵运也好 全部都是我以前是想象不到的 我相信有很多香港的年轻人 和我以前一样都是不了解内地的文化 不了解内地 现在究竟是一个什么的城市 若然不了解的话 不要紧 呼吁大家 不妨好像我这样 买一张车票回来 用你自己的对限 亲身感受一下 现在在中国大陆 究竟是一个什么的社会 今天的營友 所有人都都不会有关系 除利正的街道 预言 除利正的市民